哎呀 我爸亲自施的肥呀 爸呀 这个好像有点不卫生吧 你儿媳妇现在正怀着孕呢 算了不让他吃了啊 怎么可能不卫生呢 农家肥 农家肥 不是你想象的农家肥 啥呀 就是鸡粪 鸭粪 猪粪 不是我的粪 爸呀 你这粪粪的 你听着都恶心 恶心啥玩意吗 施肥的技术你忘了 你农村长大的孩子 就是梨花没开的时候 梳根底也吃点农家肥 不是驴长这么大了 往梨上摸肥 懂吗 明白吗 这我还能不明白吗 根吸收那个肥 然后转化到果子上 对呀 那是不是也不太 那个啥 你孙子吃了是不是发育不凉 怎么可能发育不凉呢 你奶奶怀我的时候 吃的就咱家梨 你妈怀你的时候 吃的也是咱家梨 咱俩发育不挺凉的吗 爸呀 那咱爷俩就更不能吃了 为什么 你看咱爷俩这个头 是不是吃梨吃的 回一边去 没展开呀 我跟你说啊 顺风啊 爸没展开的原因 随你爷爷 你爷爷就没展开 你没展开的原因 随爸爸 你也没展开 所以说 哪来那么多的废话 赶紧让他吃就得了呗 行了 我宅里的时候蹭了一脸灰 我洗一脸去 我明白了 我爷爷就是吃这玩意吃的 生出我爸来 生出我爸 我爸长得跟梨似的 我爸又喂我这个 吃这个生出我来 跟个小土豆似的 二米粒吃 那我儿子生出来 不得跟个樱桃似的 这可不行 你说我爸也是 我们老家离这三百多公里 你多带点 你带五个 这回是快递小哥 快递小哥自个儿进来吧 我这 钱哥 您订的梨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 搁这边搁这边 谢谢啊 都洗干净了 放心吃吧 好嘞好嘞 洗干净了啊 麻烦了啊 谢谢谢谢 哎呀 这就行了 妈 哎呀 哎呀 看这大梨 看这 哎呀 我爸也好意思管它叫梨 哎呀 这一看图形象上 这就是姚明 这就是潘长江啊 这我儿子吃 我儿子肯定吃姚明 潘长江 潘哥 你藏一会儿吧 哎呀 我还是给他割起来吧 我哎呀 他别在这吃 哎 刚才我听到门铃响了 谁来了 哦 爸来了 爸来了 对 他怎么来了 你不是刚才说要吃梨吗 爸怎么知道我要吃梨呀 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哎呀 我的天哪 你爸是草草 我说到就到啊 太幽默了 噠噠噠噠噠 呵呵呵 都洗过了 不是 你爸种的梨 长长这么大了 啊 那个谁 起床上来来来 你坐 你我听我解释啊 哎 你吃我爸种那个梨 是不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 对呀 哎 通过这个梨数年龄的增长 这个梨也不断地增大了 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 你跟你爸随着年龄增长 怎么没长大的呀 哈哈哈哈 吃梨吧 哦 哎呀 多 Started 没吃着了 Harmonix一下 你快吃吧吃吧 吃吧 哎呀 哈哈哈 好吃吧 嗯 啊 哈哈哈哈 不是这个味儿 咋不是这个味儿呢 真的不是这个味儿 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这梨的那个味就是你家 就是家乡的那个味 你懂吗 你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品品 仔细品品 哎呦吧 还不是第一口 我不好吃 媳妇 你这么点 你把这一箱全吃了 肯定能挺 上班打 吃好累 顾了 这谁长 太难吃的这梨呀 爸 吃爸给你拿的梨的 对 爸这梨你拿的 好吃吗 那要你拿的 那好吃 好吃怎么苦大仇身的表情啊 不是 那阿美丽哪是苦大仇身的 这完全是幸福的表情吗 这幸福的表情咋还有眼泪呢 就是幸福的就是到了极致了 喜极而泣 哦 喜极而泣 那也说这个好吃呗 好吃 确定挺好吃啊 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 那就下回爸再给你多拿点 好嘞 哎哎哎哎 爸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要说实话 你可别急啊 就你拿的梨 好难吃 不对 绝对不对 这绝对不是我拿了的梨 前师傅 回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梨 哦 哦 这个梨啊 拿错了 哎呀 这是我从小卖部买的 哎呀 这爸 你买的梨在这儿呢 哎 这是爸种的 你看 爸种的梨 爸 这大片 这也不好吃 你这能吃吗 这个 太得 Investment 乡 这个梨 让我再来 谢谢 太好吃了